文化日报每天有料 小老伯们好 我是打杂张德美 今天是六月儿童节 也是小糯米的生日 在昨天的时候 刘凯威一身休闲的装扮 手上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返岗为小糯米过生日 在感受这满满父爱的同时 吃瓜群众们纷纷表示 为什么不见杨幂呢 而就在今天一大早 杨幂也现身机场出发去香港啦 杨幂一身白体短裤 青春凉丽 黑朝遮面裤拽失足 而此次去香港 杨幂还带上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也就是小糯米的老老爷 看来这次是要一家人齐聚一堂 为小糯米庆生啊 在这里我们也祝小糯米生日快乐 不得不说 杨幂刘凯威一直都特别保护小糯米的眼丝 之前小糯米正面罩曝光的时候 杨幂就在微博正面回应说 谢谢大家 我们会保护着她 一起健康成长 不难看出杨幂真是一位好妈妈呀 在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杨幂小时候讲故事朗诵的视频 也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节日快乐 一片两片三片 一片的白发袜 从天上落下来 到时候我自己的小糯米 屋子里跑出来说 邓幂幂 下长了下长了 大家快来看呢 自己的小糯米屋子里跑出来说 下眼了下眼了 大家快来看呢 小黄狗说 五是盐是糖 小黄猫说 五是糖是盐 说着小黄猫和小黄狗是糖 在之前啊 还有很多小老婆给我们发过 关于杨幂以及刘凯威的爆料 没看过的小老婆可以下载我们的官吧APP 搜索她们的名字 你就可以看到了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